的顏面 一个箭步接着后空翻 一拳打爆机械铠甲 凭借着在钢铁人系列电影 累积的超高人气 小辣椒格尼斯派特洛 积极经营副业 除了和各大品牌 推出联名商品 最近更在曼哈顿 开设品牌快闪店 亲自出席开幕活动 看准即将到来的野丹商机 快闪店里不只卖生活用品 也卖首饰 还有各式联名款洋装 但日前才在自己经营的 Google网站上 推出400万18K金牙铃 178万耳机 还有要价3万的 卫生纸组合 爱皮不知民间疾苦 而这回店里卖的单品 光是锚钉皮衣 也要价22万台币 仙女洋装则是29万 超高单价 令人折舍 但她似乎丝毫不介意 更直言最想要的圣诞礼物 是Apple Watch 想要的礼物不只是Apple Watch 而且还执名要爱马仕表代的 完全不在乎外界批评她 花钱如流水 争议不断的拜金形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